第24集 唐僧赶走孙悟空 被困波月洞 上集咱们正说到 孙悟空三大白骨精 除了这个妖精 但是却被唐僧误认为是乱杀无辜 把那紧箍咒念了一遍又一遍 最后说什么也要把孙悟空赶走 孙悟空实在没有办法 只能跪在地上苦苦地哀求师父 沙和尚也一直在替孙悟空求情 沙和尚说 师父啊 我看大师哥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他只不过是一时失手 下手有点重了 而且那两个老人家年纪大了 更扛不住大师哥那一棒子 求师父再给大师哥一次机会吧 猪八戒 坏事的猪八戒此刻却跳出来说道 三师弟 你别替猴哥说话了 你看看人家好好的一家子 被咱大师哥三棍子全料理了 再说了 是人是妖精 我看也真不一定呢 要真是人不是妖怪 那咱们师徒不是干了上天害理的事了吗 咱还怎么去西天取经啊 我看师父这么做是对的 悟空听八戒这么说自己 勃然大怒 呆子 你真是有眼无珠啊 天天就知道吃 人和妖怪你都分不出来 亏你还是个天旁元帅下凡 却连这点眼力都没有 八戒正要还嘴 唐僧说话了 孙悟空 你这破猴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 我与你的师徒缘分已已然尽了 你快快走吧 孙悟空说道 师父若非要俺老孙走 还请师父给俺老孙解了这金头姑才是呀 唐僧说道 从今往后 我答应你不再念那金箍咒就是了 我们从此各走各的路 你不必再管我的事了 孙悟空听师父如此绝情啊 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来 说道 师父 俺老孙得菩萨点化 要俺保证你去西天取经 如今半途而废 让俺老孙心中好生难过 师父 虽然你不认俺老孙做徒弟了 可俺老孙忘不了师父把俺从五行山下救出来的大恩大德 师父 请受徒弟一拜 说着 哭着就给唐僧磕头 唐僧把头扭向一边 不理睬孙悟空 孙悟空拜完了师父 又转而嘱咐八戒和沙僧 两位师弟 好好保护师父 今后如果遇到法力高强的妖怪 你们抵挡不过 就报俺老孙的名号 就算老孙齐天大圣 乃是唐僧的大徒弟 量他们也不敢作乱 唐僧听了却说 我是个好和尚 不提你这坏人的名字 你不必再多说了 快快走吧 悟空见唐僧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回心转意了 万不得已 这才驾起金斗云喊了声 师父 你保住 俺老孙 去了 说完 一个人 七七惨惨 驾云 回那花果山水帘洞去了 话说 可怜的孙悟空一个跟头就到了花果山 落下云头一看 却大吃了一惊 原来山清水秀的花果山 现在变得草木枯萎 到处是烧焦了的枯树枝干 一片死气沉沉的样子 原来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 被抓到了天界 那二郎神便带着一众天兵天将 把这仙境一样的花果山 一把大火给烧毁了 留下一片破败凄惨的景象 孙悟空见到自己的家被毁成这样 心中更加难过了 他失魂落魄 漫无目的地朝前走着 突然就见前面的一片草丛里 钻出七八个小猴子 大叫道 大圣爷爷 大圣爷爷 是大圣爷爷回来了 大圣爷爷回来了 快去禀报元帅和大将军 不一会儿 就见元猴丞相 马猴大元帅和弥猴大将军 带着几百只猴子赶来迎接孙悟空 元猴丞相走上前 一躬到地说道 大王 您终于回来了 哎呀 这下可好了 大王 我们可算是把您盼回来了 孙悟空问道 我说你们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都在那山沟沟里 那水帘洞如今怎么样了 元猴丞相说道 哎呀 大王 您有所不知啊 自打您被抓走以后 那二郎神带着一帮天兵天将 烧了咱们的山 封了咱们的水帘洞啊 他不许我们再住在水帘洞里 没办法 我们只能带着兄弟们住在那离山间不远的小山沟沟里 这山烧成这样 我们是缺吃少穿呀 大王 您可不知道您不在这些日子 我们过得有多苦啊 大王 您到底到哪儿去了呀 悟空说道 哼 你们不知道 俺得了观音菩萨的电话 要俺抱着那唐僧去西天求取真经 哎 没想到那唐僧不知好歹 我打死几个妖怪 他却非说俺老孙行凶作恶 把我赶了回来 不要我这徒弟了 那马猴大元帅说道 大王 好好的做什么和尚呀 有大王您在 我们就有好日子过呀 大马 您这回不走了吧 孙悟空无可奈何的笑了笑 不走了 不走了 俺老孙还带着你们在这花果山水帘洞里 做俺的齐天大圣 孩儿们 把俺那齐天大圣的大旗给俺竖起来 我带你们一起回咱们的水帘洞 我倒要看看哪个敢拦着我 走 群猴欢呼着陪着孙悟空一起进了水帘洞 把洞里洞外是整羞一心 大排宴席 孙悟空喝了个鸣顶大醉 第二天 孙悟空又向那四海龙王借了些甘露雨水 把整个花果山刷洗了一遍 又带着群猴重新种下了各种果树和花草 没多久就把这花果山变得焕然一新 跟从前一样美丽 孙悟空便天天带着这些猴子们练武打拳 喝酒吃肉 过起了齐天大圣的日子 话分两头 咱们再来说说唐僧师徒 赶走了孙悟空 唐僧带着猪八戒和沙和尚继续赶路 他们过了一座山又一座山 这路是越来越难走了 话说这一天 石头三人走在山路上 唐僧肚子饿了 便跟八戒说道 八戒 师父我实在是饿得走不动了 你去画点吃的来吧 好 放心吧 师父 以前都是大师哥去 俺老猪也行 师父你先忍一忍 我很快就回来 说着八戒拿起石盒 一个人去画园了 他走啊走啊 走了好几十里 一户人家也没见到 累得跟猪八戒呼呼直喘 心想 以前猴哥去找吃的 一去就能找找 怎么轮到俺老猪这么费劲了 累死我老猪了 不走了不走了 我得先在这儿 斜斜脚 说完猪八戒找了个草堆 往里这么一钻呢 倒头便睡 再说 唐僧等了很久 也没见猪八戒回来 十分着急 于是叫过沙僧说道 乌静 这八戒 怎么去了这么久 还不回来呀 沙僧说道 师父 二师兄该不会自己贪吃了吧 他肚子大 饭量更大 找到吃的 恐怕得自己先吃饱了 才会回来吧 师父 您饿坏了吗 这样吧 您就坐在这里等着我 我现在就去找二师兄去 说完 沙僧拿了自己的宝杖 出了树林 去找猪八戒了 唐僧一个人坐在树林里 等了一会儿 没见二人回来 他实在闷得慌 想出去散散步 便站起身来 把马拴好 一个人往树林深处走去 走着走着 忽然前边显出一座金光闪闪的宝塔 就矗立在林中的一片空地上 唐僧一见宝塔 来了精神 他想 我乃佛门弟子 这宝塔 想来也是我佛门的境地 塔里一定也有和尚 我且去拜访拜访 顺便淘点吃的吧 想到这儿 便加快脚步来到塔前 轻轻地推开了门 就进了这座宝塔 一进门 猛一抬头 可怕唐僧吓坏了 就见这屋里头有一张石头床 床上端坐着一个凶恶的妖怪 就见他长得轻面琉雅 一张血盘大口 一双金色的眼睛是朔朔放光 别提多吓人了 这妖怪的身上披着一件金黄色的长袍子 左手拿着一口鬼头大刀 右手端着酒杯正跟几个小妖怪喝酒 唐僧一见这情景 魂都吓飞了 转身就想走 没想到那妖怪一眼就看见了他 他大叫了一声 什么人敢闯进我的宝塔 来呀 把他给我抓过来 几个小妖怪马上跳上前 抓胳膊的抓胳膊 揪腿的揪腿 把唐僧抓到了这妖怪的面前 那妖怪看了看唐僧 忽然哈哈大笑了起来 好个细皮嫩肉的和尚 难道是送上门来 要让本大王吃了你吗 说你是谁 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唐僧嘟嘟嗦嗦的说 我 我 我本是唐朝僧人 要往那西天区求取真经 路过这里 不小心误闯了大王的宝地 还请大王 行行好 放我回去 那妖怪一听又笑了起来 放你回去 我说 原来是唐僧 来得好 来得好 这下可有的吃了 来人 把这和尚绑到柱子上 一帮小妖怪冲上来 把唐僧捆得严严实实 绑在了柱子上 那妖怪把刀在手中一晃 又问道 和尚 跟你一起的还有什么人 说 唐僧只得说道 大王 我还有两个徒弟 叫猪八戒 杀和尚 他们两个去找吃的了 我还有一匹白马 拴在树林里 那黄袍妖怪一听高兴了 好好好啊 哈哈哈哈 你们三个连带那匹马 我是吃定了 有小妖怪上前说道 大妈 我们出去把他那两个徒弟也抓来吧 那黄袍妖怪一摇手 不用不用 他们俩花园回来找不见他们师父 必然要到处寻找 你们去 把门关上 咱们等着他们自己送上门来 哈哈哈哈 我们再说那沙僧出去寻找猪八戒 他走了老半天 也没见到个人影 正着急 忽然听到旁边草丛里有人说话 好吃 好吃啊 好吃 他急忙扒开草一看 见猪八戒正躺在里头睡大觉 还说着梦话呢 沙僧可气坏了 揪着猪八戒的大耳朵 就把他从草丛里拎了出来 说道 好呀 二师兄 师父都饿成那样了 你却还在这睡觉 一会儿见了师父 看你怎么说 猪八戒被揪住了耳朵 疼醒了 他大声的叫唤着 疼疼疼疼 你轻点 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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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了 二师兄 你看 这天都快黑了 你还睡呢 师父着急死了 我看 咱们先回去见师父 再做打算吧 于是两个人赶紧转回树林 寻找唐僧 却只见到行李和白龙马 不见了唐僧 两个人急急忙忙到处寻找 不一会儿就走到了这座宝塔前 沙僧说道 哎 二师兄 你看 这里竟然有一座宝塔 我看师父 八成是去那宝塔里了 八戒也说 走 咱们俩看看去 两个人走到塔前 只见塔边立着一块石碑 上头写着 丸子山 波月洞 沙僧说道 哎呦 坏了 二师兄 你听这名字 这是个妖怪洞呀 你说师父会不会被抓走了呀 八戒道 你先别晃 我先上前问问看 说着走到门前 动动动的敲门道 开门 开门啊 有人吗 开门 就见有小妖怪打开了门 一见二人这模样 立马冲着洞里喊 大王 大王 那和尚的徒弟果然送上门来了 那黄袍妖怪一听 立刻提起自己的鬼头大刀 带着小妖怪冲了出来 冲着八戒和沙僧道 你们俩是什么人 八戒道 哎 妖怪 见了你猪爷爷也不害怕啊 我们是往西天取经的和尚 路过你这 不见了俺师父 我说妖怪 是不是让你给抓来了 要是的话 我劝你乖乖的把师父送回来 要不然 你看看 我让你尝尝我这神耙子的厉害 那妖怪一听大怒 臭和尚 胆敢腾出狂年 我今天教你和你师父 都走往盘子里的菜 说完举起大刀就砍 八戒也不示弱 抡起耙子就砸 沙僧也举起自己的降魔宝杖 从后面就打 三个人你来我往就打在了一起啊 就听 兵器碰撞冒出了阵阵火星啊 那黄袍妖怪果然厉害 一个人大战八戒和沙僧毫不惧怕 反而是越战越勇 就见三个人一会儿打到天上 一会儿又落回到地下 杀了个 难分 难解 不论